哈囉大家好我是Mike 今天呢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如何清理鳥屎 以及這個鳥屎在車氣上面會有什麼樣的危害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台Solio 漆面看起來還蠻漂亮的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這邊很明顯 有沒有 它有一塊這個被咬掉漆的痕跡 這就是我們常常講的你的精油層受損 就是這種情況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拋光再把它精油層往下修 但是這個可能要修到蠻深的因為這個一定是咬很久 這就是鳥屎所留下來的這個痕跡 好那我們一般遇到鳥屎要怎麼處理呢 我們就是拿這個濕布 來這邊示範一下 像這邊 就一個今天弄到的鳥屎 那我們就用濕布 就這樣敷上去 等個一分鐘 又或是說我們可以用這個濕紙巾 或是 這個衛生紙 沾水 就敷在上面 讓它軟化 因為它有時候會經過太陽照射會曬得很乾 那我們就稍等一下再過來看吧 好現在時間大概過了兩分鐘我們再回頭看一下 這樣就很輕鬆的去除 那還有一點點我們可以再 讓它敷一下或是說 我們用藥劑 去做清除 去做清除 那我們可以用蟲絲這種清潔劑 去讓它溶一下 那像這類清潔劑它會有這種分解蛋白質的功能 我們對一些就是 蟲的屍體啊 鳥大便 這樣輕輕鬆鬆就 卸下來了 我再把它擦乾就可以了 好這就是這一期檢疫我們去除鳥大便的 正確做法 因為它有時候曬的太陽會整個乾掉 所以我們需要加一些 水分 用濕抹布上去敷著 讓它濕潤以後我們再把它移除 那就這樣囉下次見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杨栋梁